不一樣,他們都是特別讓這些年輕人跑到佔美之泉去 就是在LA那邊 就是在Tustin,MineTustin 那因為GoodTV的那個主辦人就是佔美之泉的那個 就是佑佑之泉 我跑到佑佑之泉是誰 我以為那個人,我問那個我們那兒的那個牧者 我說這個人是誰 他說這是母堂,英文堂新來的那個牧師 我說明明是柚子圍 她是柚子圍 我後來發現是柚子圍 我們討論到星期四晚上才figure out 這個靈良堂不是在San Francisco嗎? 很多靈良堂 現在靈良堂 現在她比較身體不太好 所以現在來一個傳道人 姓王 牧師 那她剛剛講的聖雅不是在那邊 聖雅是在Insanitas 你說雅各 雅各堂 雅各堂在Insanitas 就是江里正牧師 對 是另外一個牧師 對 聖雅各二十幾天久 那個Alcunoreo上 對啊,我也少了 那個是聖雅 聖雅現在沒牧師 之前是新牧師 再之前是朱牧師 朱伊西牧師 那現在是沒牧師 現在沒牧師 暫時來 她有一個傳道人 一個傳道人 一個女的站在那邊 發了 奇怪 這就不出去 全聖雅最老的是我們教堂 我們教堂是第一間普通花 真的嗎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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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朱唐唐 朱唐 華美 西一西 都我們教會出去了 所以我每次去 我那天去華美 我又見到他們的創始人 全部頭髮都白了 八十幾歲 那個時候我只有十四歲 對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來的這個地方 那是二十多年前 九九年 當時我現在去 UCIC的吧 去Burnham 有一個人 就帶領了 我們來的第一個教會 就是在這兒 就這個樓 就是這個樓 應該是這個樓 但是因為不是太清楚嘛 現在我再回憶 那時候還是唐凱是不是 唐凱 唐凱在這兒啊 唐凱在這兒啊 他被邀請來警告 你是不是去的是那個 Furster Bepidist 對 他們借的房子 不是不是 人家不是在 那個在哪兒 原來在Governor 就是在Governor Drive Governor 也許是呢 我覺得反正是這個 都是稀去的 哦 那是稀去那有可能 那在哪兒 Governor Drive 因為我只參加星期五的 星期五和星期 中學 星期五是用的 Furster Bepidist 星期天用的是中學 對對對 我是用Governor Drive 我覺得但是是個平房 嗯 平房 但是這個地方不也是平房嗎 對 人也來過這兒 這裡2013年才重建的 之前長的就像旁邊的那些 對 我覺得反正是個平房 上面就是這個 反正就是這個 這條街上就兩家中國家 對 對對 啊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旁邊有一個 Furster Bepidist 對 就那條那個尖底的那個 在網 哎 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 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 就是我們這條路 往那邊去 就是往52號去 哦 對呀 就有一個 這總共三個 就漸漸有尖底那個 那個是以前有個廣東 就是英文堂來的 英文堂來的 但是有中國教會 我第一次見教會就去那邊 然後再過來一點 我們這路旁邊那個 對 對 那個是 曾經是中文 中文教會 後來變成英文教會 哦 對 所以這條街 前面一個紅綠燈那個獎 那就是一個教堂 對吧 對 那個不是中文的嗎 不沒中文的 哦 不是 沒有中文的 兩個都不是中文的 兩個都不是 我們認識 以前有中文的聚會晚上 後來沒有了 後來沒有了 對 我每次去華美教會也見到創始人 到那個主任堂也見到創始人 就牡頭見之前那時候他們創始母系都是在這兒聚會的 不是林牧師創始人 不是林牧師創始人 不是林牧師 就是張家牧長老 但是林牧師來的時候他們很小 對吧 那時候我是少年人 我才14歲 那時候他們都在這裡 那時候張家牧跟他太太他們 哦張家牧是創始人之一啊 對 哦真的啊 主任堂的創始人 他有那麼大歲數啊 七十幾 是嗎 對 他看著好像很年輕 對 他十幾歲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第二幾幾歲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一二三四 好的 一點點也就是說 這個用多說多明 說明的那個方式 來來來來 好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一二三四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一二三四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愛和等大伴奏型態第六種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有手的風腸集建議 很量的 叫做風腸 很量的 y человека Chapter 2 指 有時候右手 右手打它,還有沒關係 右手打他板的時候 它腳打它板裡面 左手打去 抵作 他按了之後 由於撞車而撞車 要讓 我還是有用這樣 你按這個東西 这跟右手安 躲闭搜 安在两个身心 这就是他 52 52 教材52 第7条 换在里面下 这个 可以吗 躲搜 躲闭搜 自己躲闭搜 对 就是躲闭搜 躲闭搜 对 嗯 这个 要不点了 手机 这个错 OK 所以你们就回去加上这个 然后如果那个 提获卡的时候可以 提获卡的时候可以 随便你随便你随便你都可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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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好听的这个 对啊 这很多种谈法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你掌握了多数多数 这个就再昇淡一点点 对 那后来十度音程 这个 这个我们会教 但是反正你慢慢练好 那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哦 这就是六拍啊 梳 梳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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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 三拍 四拍 这就是狗一拍 梳一拍 三拍 四拍 他说背 convenience doso do mi so mi 慢一點 so mi 心裏面一唱 doso do mi so mi 這樣拍子 像是so後的長音 so是等於一拍 doso是一半拍 doso do mi so mi 心裏面陪著唱這個 心裏面數這個 doso do mi so mi doso do zo mi doso mi doso mi 是不是這個職能是44拍 你剛才那個再放一次好了 她比較認識到的再開 Scotland 恩 何等身 主如此 愛我最然 愛 何等到 恩 何等身 我要永遠站住啊 flooded 動画 幸福 dodits 所謂的一週不活躍了 浪漠聖刺妳快點 我拍下來再撥上去 小小的夢想 然後引用教材五十二頁第七條的 左手的伴奏形態 那我就直接從這個進來是吧 小小小的夢想 小小的夢想 能成就那些 這樣又忘了天賦的力量 小小的夢想 能改變世界 奶奶淨添添添 小小的夢想 她的這個 右手實際上就光在 就按透的一下子 對 我幫你勾給你 勾給你看 你剛剛這個沒準備好 我的聲音都放得不夠大 我幫你勾給你 我明白了 放一看 我基本上這個左手都不看了 不是 不知道聲音 音量夠不夠 我不知道 看不看 有什麼 本來就等到 你也不在一晚 看不看 看不看 有什麼 好像 沒什麼 但我可以 不想 它還去沒有,就是怎麼去一去的? 嗯,撕不出來,對不起 撕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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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突然不好意思,沒辦法 沒關係,我們都看了 我再放進去裡面 OK,好 然後,我再放另外兩個視頻 然後再去講那個土鮮土 不要這樣,現在需要再接 這個影片是由好和弦nicecore.com免費提供給你 如果你覺得好和弦的課程有幫助到你 請你考慮購買好和弦的兩個家庭號大包裝 以遲進行動支持好和弦 順便把好和弦的1到40集一次帶回家喔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用C,Dm,Em,F,G7,Am 一共六個和弦 來幫平安夜這首曲子來配和弦 你可以先把畫面抓圖下來自己配看看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比對我們想的一不一樣 在上兩部影片裡面我們討論 如何用C,G7,Dm,F 一共四個和弦來配反奏 因為也就只有四個和弦可以選擇而已 所以你可能覺得大部分的決定都還蠻明顯的 就只要看哪一個和弦跟主旋律 最不會打架就好了 哪有什麼困難的 不過當我們可以使用的和弦越來越多 選擇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思考就不能這麼單純了 首先我們要先來複習一下 和聲功能的事情 在一般情況下 哪一種和弦通常會接到哪一種和弦呢 這個是我們一年前的和聲功能影片裡面的和弦連接表 我們那個時候說你可以把和弦分成三大類型 一種是有加的感覺的主和弦 然後是有外面感覺的鼠和弦 最後你還有喬的感覺的下鼠和弦 加和弦代表開始或者是穩定的感覺 所以它的後面可以連接到任何一個和弦都不會有問題 例如說我從C和弦開始我可以接到代表喬的F和弦 或者是Dm和弦 我也可以跳過喬直接接到G7和弦 或者是接到同樣代表加的Em或者是Am和弦 喬和弦代表一個更進一步或者是中介性質的感覺 它的後面也可以連接到任何一個和弦都不會有問題 例如說我現在在F和弦 我可以往回總到C和弦 我也可以往外面去接到G7和弦 一般說起來如果你要接到一個外面和弦 你在外面和弦之前先經過喬的話 會讓人覺得比較有滿足感 唯一一個有限制的是外面和弦 因為外面和弦代表的是一個不穩定或者是緊張感 所以傳統上我們會期待它後面應該要接到加和弦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解除緊張感 例如說我現在在G7和弦 在很傳統的情況下 G7的下一個和弦90%以上都是C和弦 要注意我現在說的是傳統的情況 不傳統的情況就更複雜的 不過那個我們就以後再說了 好的 釐清了三種類型的和弦的接法之後 我第一步要先只用C、F還有G7三個和弦來陪伴走 於是我們得到以下的結果 先聽聽看這樣子的效果 我先聽聽聽看 注意第一句接回这里的旋律音是SO 你光看这个小节的话 我可以配C或者是G7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看到下一个小节的开头是F和弦 你就知道这个小节其实只可以配C和弦 因为你不能拿G7去接到F会怪怪的 另外也注意一开头的第一小节 SO拉SO 其实也有配G7的可能 但是传统上我们还是会偏好从C和弦开始 因为这样才会比较有这首曲子是C大调的感觉 然后记得我刚刚说 如果你要接到外面和弦 也就是G7和弦的话 你可以先经过一个桥和弦 也就是D minor或者是F和弦会比较有满足感 你看这个地方有连续两小节的G7 而且他们都是直接从C和弦就跳过来的 遇到这种情况 我通常会看看G7前面能不能再放一个F 或者是D minor 或者是把连续两个G7这个地方的第一个 改成F或是D minor 以这个曲子来说 这两个连续G7的地方都有一小节的旋律是R R 刚好适合配一个D minor 所以我把这两个R R的地方都改成D minor 这样子我们就是先经过桥 才来到外面了 回到刚刚的和弦表 最后我们来说如何使用E minor还有A minor 当然这两个和弦的用法也有很多种啦 不过一个你可以掌握的简单的原则是 E minor还有A minor很喜欢出现在C和弦之后 或者是F或D minor和弦之前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表上的这个位置 假设我现在想要从C接到D minor和弦 但是D minor前面还有一个空缺 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我就可以试试看放A minor 然后如果我前面有两个空缺 不知道要写什么的话 我就可以试试看先E minor 然后再A minor 如果这边的主旋律都刚好支持的话 听起来应该都会不错 来看实例 第五小节这边我有一个D minor 然后它前面都是C和弦 所以有点太无聊了 所以我就来看看前面两个小节 能不能放E minor还有A minor 前两个小节的旋律刚好是 So La So Mi 所以它完全支持E minor和A minor 所以我当然就在这边填上E minor还有A minor 中间这一段我也可以用同一招 你看我们的中间这一段 其实是相同的旋律 相同的和弦重复两次 我想要第二次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比较有趣 然后接着我观察到 接下来的第三句的开头是D minor 所以我就可以考虑 我能不能在前面两小节放E minor还有A minor 那前面两小节的旋律也刚好可以配合 所以我也在这边填上E minor还有A minor 这样子我们就用了六个和弦完成整个曲子的伴奏了 我们来听听看完整领吧 我们来听听看完整个曲子的伴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用六个和弦来配搬奏的课程 到这边为止你都还可以跟上我吗 记得一定要把图抓图下来实际上到你的乐器试试看哦 如果你有问题也欢迎留言在下面 我也许可以在以后的影片里面帮你解答哦 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家庭好大包装2 其实刚才那个EM我觉得好像没门听 对,E minor就E minor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配合弦可以很多最简单的 然后在中间就去调 就让你看到OK 它也把这个概念中 有这个加桥外面那个再扎进来 然后可能也应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第8的提前用AM 那会更好一点 好,这个配合弦,整部配合弦就到此 然后还有一个 上面一个很 就把所有五声谱的事情都跟你讲一遍 就十来分钟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五声谱的那个 review Hello,我是VV官大为 欢迎收看NiceGo好和弦 今天我要教你一个法国帅哥钢琴 请 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9score.com免费提供给你 如果你觉得好和弦的课程也有帮助到你 请你考虑购买好和弦的7个加条大包装 以实际行中支持好和弦 另外好和弦终于由官方的大陆地区代理商咯 如果你在大陆地区想要支持好和弦 欢迎到上和弦网站购买大包装们哦 虽然好和弦不是一个设计给完全的音乐初学者的频道 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是预设观众早就已经看得懂无线谱了 所以我并没有做过任何关于如何看无线谱的影片 但是我觉得好像身为一个音乐教学频道 应该还是要有一部关于基本技谱法的影片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的目的 是要为初学者快速整理一般无线谱中 你会经常看到的基本符号 不过就算你已经早就会看无线谱了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这部影片来复习一下 也许你还是会学到一两件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首先是音符 在乐谱中 不同种类的音符是在表示不同的相对时间长度 在大部分的乐谱中 会使用到的最长的音符是这个空心的全音符 然后我们有加了一条直线的空心音符 叫做二分音符 是全音符长度的一半 接着我们有这个带有直线的实心音符 叫做四分音符 是二分音符长度的一半 接下来长度再减半的有这个带有尾巴的八分音符 然后带有两条尾巴的十六分音符 从这些音符的英文名称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我们在中文讲的二分四分八分这些字 其实是在指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意思 是在说它们相对于全音符的长度 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 不同的音符只有不同的相对长度的意义 我们并没有为任何一种音符设定任何绝对的长度 我们只知道二分音符是全音符长度的一半 但是我们并没有设定全音符的长度是几秒钟 大部分的音乐老师都会跟音乐初学者说 四分音符的意思是一拍 虽然说四分音符的确是最常被当作一拍的音符 但是其实你要设定谁当作一拍都可以 如果你设定四分音符是当作一拍的话 那二分音符就是它的两倍也就是两拍 全音符就是四拍 八分音符跟十六分音符就是半拍和四分之一拍 但是你也可以设定例如说八分音符要当作一拍 那么四分音符就是两拍 而十六分音符就是半拍 如果设定二分音符当作一拍的话 全音符就是两拍四分音符就是半拍 其他你可以依此类推 你要用等一下我们会说到的拍号 来设定哪一种音符要被当作一拍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比全音符更长一倍的背全音符 看更多条尾巴的三十二分六十四分和一百二十八分音符 我觉得它们都不是那么常用就是了 负点音符 你可以在音符的右方加上一个或多个小圆点 来改变音符的长度 假设你有n个圆点 你的音符就会变成原来的2的n次方 分之2的n加1次方减1 倍的长度 所以假设你有一个四分音符当作一拍 那么四分音符右边加一个点的话 就会变成二分之三倍 也就是一点五拍 两个点的话就变成四分之七倍 也就是一点七五拍 三个点的话就变成八分之十五倍 也就是一点八七五拍 一次类推 再来说说连音 如果你要把一个时间单位平均分割成 一般音符无法分割的长度 你就要使用所谓的连音 最常见的连音是三比二的跟五比四的这两种 例如说我想要在一个四分音符的时间内 平均弹三个音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音符 可以直接将四分音符切成三份 所以我就得要写三个八分音符 然后标上数字三 那如果我是要在一个四分音符的时间内 平均弹五个音 同样的没有任何一种音符 可以直接将四分音符切成五份 我就得写五个十六分音符 然后标上数字五 不管你是要几连音 你通常都是要用大于且最接近你的目标长度的音符来记谱 并表示数字 以此类推 然后是一些拉里拉扎的事 这种小字体加上斜线的音符 意思是很快地弹过去 只占非常短的时间 写双音的时候 如果双音的距离是二度 必须写左右错开 而且低音要写在左边 像是画面上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音符的各部位名称叫做什么吗 这颗圆圆的叫做符头 英文叫head 这条直线叫做符杆 英文讲stem 尾巴就叫做符尾 英文讲flag 如果你有连续两个或以上的有符尾的音符 可以连在一起 变成符杆 英文叫bing 如果音符是在第三线或是以上的话 符杆要粘在音符的左边并且朝下 不然的话 符杆就要粘在音符的右边并且朝上 然后注意如果音符有符尾的话 不管符杆是朝上还是朝下 符尾都一律在符杆的右边 很多出血者都会把方向写反 另外在同一根符杆的音 拍子一定要一样长 如果你有两个音要同时出来 但是持续的长度不同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单行符分成两个声符 一个符杆往上一个往下 像是这样子 再来是修指符 看刚才这五种音符等长的修指符分别长这样子 很多初学者会搞混 二分修指符跟全修指符的方向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钢琴老师跟我说 你就把它们想象成帽子 帽子倒放的时候 里面可以藏四个钱笛所以收袭四拍 那帽子戴着的时候 因为头就占去帽子一般的空间了 所以只能拿两个钱笛所以收袭两拍 从此之后我这辈子就没有再搞混过这样的东西了 另外一个你应该也要知道的是 多小节的修指符长得像是这样子 像是画面上这里的意思就是修期十五小节 接下来是五线符本身 你一定知道五线符有五线四肩 线跟肩都可以放音符 音符的位置越高代表的音符就越高 音符如果超过五条线涵盖的范围的话 你可以在上或下加线 加线的英文叫做ledger line 它注意五线符直在说位置越上面音高越高 这五条线本身并没有对应到特定哪一些音的意思 我们必须要用符号来设定这些线跟肩代表上的音高 最常用的两个符号是G符号跟F符号 G符号长得像是这样子 这个符号的意思是通过它肚子正中央的那条线 要当作中央都往上的so G符号最常被放在第二线 如果G符号被放在第二线的话 我们就叫它高音符号 刚才的言下之意就是 G符号其实不一定要被放在第二线 我也可以把G符号放在第一线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我要把第一条线当作so 不过现在乐符里 几乎已经看不到G符号在第二线以外的用法就是了 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个 另外一个F符号的逻辑也一样 意思是要把通过它的两个点中间的那条线当作中央都往下的发 F符号最常被放在第四线 如果F符号被放在第四线的话 我们就叫它低音符号 同样的F符号也可以被放在别条线 不管它放去哪里 它两点中间夹住的那条线就要被当作低音发 G符号跟F符号在古早古早的时候 真的是写字母G跟字母F 画面上是他们的演进过程 另外一个弹钢琴的人很少看到的是C符号 长得像这样子 意思是通过它正中央的那条线要当作中央都 C符号可以被放在无线符的任何一条线上面 但如果你要记得是没有明确音高的乐器 你要用这种有两条粗粗直线的打击乐符号 符号的上方跟下方可以写数字8或15 来表示整个符号要高或低一个8度或两个8度 升降记号 首先是符号本身 锦字符号叫做升记号 意思是高板音 这个长得像小写B的符号是降记号 意思是低板音 这个符号叫做本位记号 或口语更常讲还原记号 是用来取消升记号或降记号的效果 我觉得你也需要知道英文的讲法 升记号叫做sharp 降记号叫做flat 然后还原记号叫做natural 我们用中文讲话或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习惯把升降记号说在或写在英明的前面 我们下方是解聋的 如果我们要的和谈判